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就是中央电视台CCTV的春晚 富丽堂皇 美龙美奂 另外一个就是郭文贵先生主导的春晚 里面都是对盗国贼对中共高官贪腐的全面揭露 也有很多挺国派的文艺的表演 这两个春晚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方面他们有一些共同性 选择的时间都是大年三十晚上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到凌晨一两点 时间的长度都差不多 第二个呢 一开始都是给所有的中国人拜年 充满喜庆之气 但是呢 这两个春晚完全有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这些高官们展示他们的财富 荣誉权利的地方 整个的舞台的设计 演员都是世界的名流 还有华人圈子的最优秀的 像周杰隆 王菲啊 这些都出场了 高技术 高科技 同时有四五个会场在这个全国 在全球很多地方同时播出 观众也显得非常的多 还有各种各样的节目 各种各样的人出场 想审计小品 歌舞 歌曲 显得内容是相当的丰富 这个就是CCTV的他的充满 一贯的表现出中共的那种大撒逼的一种气势 当然呢 他里面充满了架大空 他的主题呢 叫新时代 就是围绕着习近平的思想来 歌颂习近平 歌颂中共给人民造了多少的福 还有歌颂一带一路 发现了几百年前描写丝绸之路的一个画 还把这个丝绸之路所盗制的那些人民怎么拥护中共全都给表现了出来 所以从头到尾呢 就是一个政治宣传片 就是一个新闻联播的一个家常片 所以他的一个政治宣传的效果呢 让人非常的恶心 另外一方面呢 看那个CCTV的充满 让人感觉到 现在的这个中国好像是盛世 好像是非常幸福 好像是大家都非常有钱 都搞得这么富丽堂皇 但是我们想一下慈禧太后 她在过大寿的时候 那那个节目安排的同样也是美容美奂啊 同样也是福罗里堂皇啊 那秦始皇的鹅旁宫 那也是非常的雄伟啊 也花了这个巨姿啊 那个演节目的时候呢 更加的漂亮啊 但是秦始皇时代 老百姓过得水深火热的日子 那个时候 鹅旁宫表演的时候 成声舞广 那就马上就要起义了 那慈禧太后那个时候 他祝寿在义和园进行大型的这个演出 歌舞升品的时候 那这个大清王朝已经落后整个世界几百年 整个老百姓也是在水深火热 各地的起义攀乱也是此起彼伏 那现在中央电视台搞的这个充满 表面上充满了所谓的祥和啊 和谐啊 歌功顺德啊 还这个充满欢笑 里面也搞一些幽默小品 讽刺一下小厂长 小镇长 他不敢讽刺党和国家领导人 但是呢 整个呢 他就是讽刺这个太平 讽刺党的领导好 讽刺这个习近平好 本来居然呢 要把这个泰山历代皇帝的分散大典呢 本来要重点推出出来 这个是月初 二月初 央视的新闻报道的 后来引起这个学者人民的反馈 否定的反馈 所以把这个分散的大典的这个东西啊 很短的时间给表现了一下 没有突出重点 他为什么要把分散大典本来要推出出来呢 就是营造这个皇帝要登基啊 我们这些统治阶层过着一个多么好的一个盛世 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 他们的政权多么稳定 所以说中央电视台 CCTV的冲碗 完全是假扎空 完全是他们盗国贼们 他们自娱自乐 粉饰自己 自我吹嘘 然后大撒币 灰金如土 然后搞一些那些戏子 在那里为他们歌功顺德的一个节目 也是一场骗局 就是长期洗脑 在这个冲碗的时候达到一个顶峰 各种的一些看起来美聋美奂的一些形式 拖出的全都是假话 空话 套话 谎话 但是我们看另外一场冲碗 就是郭文贵先生 他主导的这个冲碗 演员虽然不多 主持人就是他一个人 但是呢 实际上他讲的这些事情 也是牵动整个中国人民的心 是整个中国底层人民 就是跟盗国贼们相对的这些人民群众 拥有大众 发出了他们的心声 揭露了盗国贼的丑碗 发出了人民正义的呐喊 叫盗国贼们 你们在中央电视台汇金如土 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 郭文贵先生在这个冲碗里面 介绍了王岐山 韩正 傅政华 田国立 很多这些盗国贼们 他们的财产是第一次公布 我们知道去年他就公布了很多 今年他就公布现在新任的政治局常委韩正 他拥有30亿美元的海外的资产 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情人 情妇高苏勤 还有一个私生子 韩华西 我们知道这个傅政华也又控制了这个上亿美元的财产 他的这个弟弟傅老三 外面也有情人 也控制了上亿 这些盗国贼们 他们拥有的海外的资产是一亿为单位的 郭文贵也披露了 王岐山拥有2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 而且王岐山就是冠军的爹 冠军是全世界现在正在追查的 一个隐藏大量资产的一个不明人物 王岐山就是他的爹 郭文贵在春晚里面也揭露了王岐山的两个助手 他隐藏的这些资金 田国立 目前的建行的行长 还有田慧舅 他们都在海外有私生子 包爱奶 所以他们拥有大量的海外不明财产 天文数字 而且自己长期包养情妇 并有众多私生子 而且他的这些太太 亲父 亲属 情妇 孩子 都拥有外国的护照 这些完全是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 在春晚就是代表人民来揭露这些盗国贼的丑陋 这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情 你们在那里汇金如土 粉饰太平 好像你们就是伟大光荣正确 你们还要搞一带一路 但是实际上你们干的这些丑事 你们这个背后呢 真正的是你们在那里贪赃王法 吸取人民的骨髓 吸取人民的血汗钱 就是天上的棍天 地上的蝼蚁 王岐山用这个贪污了的钱 搞这个七八七他们全家 包括他的这个秘书 他们的太太孩子 做这个七八七就像做出租水一样那么容易 但是杨盖兰一家呢 因为领不到救济金就全家自杀 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一个现实 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的冲碗应该表达的 CCTV的冲碗 他歌颂这个新疆西藏 是东马的和谐 还跳一跳藏舞 喊这个新疆人出来也表演一下节目 但是现在新疆 现在已经是整个一个大的监狱 在乌鲁木齐五百米 一千米就有一个港厂 就像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 那些警察就站在上面 前段时间流出一个视频 那些新疆人戴着这个手铐在那里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西藏根本就说 自焚的那些新疆的和尚尼沟 将近二百多名 整个新疆西藏这样非常悲惨的人权状况 但是在CCTV的网会里面 那些新疆人西藏人还在那宰歌宰舞 歌颂共产党呢 人民处在这种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他的节目呢 就跟这个慈禧太后在这个 一和远离的那些诸寿演出一样 也是全国一片深屏 歌颂 这个皇上英明 但是郭文贵先生的这个冲碗把这些真相给揭露出来了 他还专门放了一个六四的一个片段 那是共产党犯下的罪证 最新的最大的一个罪证 必须在春晚给揭露出来 让全国人民知道 还要清除这个低端人口 还要对709律师的这个打压 还要对台湾 香港 澳门这些地方的全面的渗透 郭文贵就讲了 现在台湾没有 第一听到共产党就怕 台湾那个到处参免红旗啊 香港根本没有法治 几个小孩子 抗议了一些政府 就马上就要送到坐牢了 澳门 香港 台湾都被他们摧毁 台湾岌岌可危 他们不仅是港澳台 而且整个美国西方国家 也比他们的黑暗所渗透 郭文贵讲 对这些盗国贼们讲法治自由民主 那就是对猪谈情 还不是对牛谈情 可能对牛谈情呢 牛产的牛奶可能多一点 但对猪的话 什么作用都没有 在这个春晚里面 也报道了 很多郭文贵先生挺郭派 在散发资料 唱那些非常动人的歌曲 大家为什么挺郭文贵 因为他就代表了正义 发出人民的声音 他勇敢无畏向盗国贼来挑战 来结束这个专制制度 让人民能过一个自由民主 幸福的一个生活 他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所以我们要挺他 他敢于向盗国贼挑战 所以他这个春晚的节目呢 一方面揭露了盗国贼的黑暗 另一方面真正揭露了人民的苦难 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人民的斗志 要向盗国贼来宣战 整个郭文贵先生的春晚呢 跟CCTV的春晚时间差不多 也六七个小时 内容也是非常丰富 各种的歌曲啊 大合唱啊 还有一些精彩的镜头啊 最关键是郭文贵先生的这个春餐 爆料 从河北高院的院长 河北政法委书记 董先生 一直到最上层的韩正 王岐山 傅政华 把他们的料全都给暴露出来 把他们的黑暗 他们包养的情妇 他们贪污的天污 数字的这个财产 还有官军 这些东西呢 揭露出来 让人们看到盗国贼的黑暗 看到他们在北京搞的这个CCTV的 这个晚会完全是一个虚假的骗局 他请再多的国际剧情去 也掩盖不了 他做的完全是一个假的戏 就跟慈禧太后 在人们水生糊肉的时候 搞这个大寿一样 那是毫无用处的 那整个国家已经是 跟这个世界背道挨斥了 跟这个世界的正义 民主自由背道挨斥了 但是他自己却在那里 搞这个盛世的 虚假的一个大骗局 但是我们看到呢 他还想呢 在盛世他还要搞分散的大点 可惜也没搞成 说明呢 他自己也感到这样一种骗局 也搞不下去了 他现在呢 觉得他还在这个顶峰 花那么多的钱 请那么多的名人 搞那么多的高科技 一片红色的海洋 整个渲染了他们的那种 得意洋洋 好像是一种喜气祝福 实际上是鲜血 流着中国人民的鲜血 郭文贵先生这边 这个冲碗呢 表面上看 技术方面也出了一些问题 比盗国贼们全面的攻击 比这些黑客攻击啊 从一个社交媒体 转移到另外一个社交媒体 当时呢 很多人都看不到 后来通过 购媒体 YouTube 后来才看到 可以说在 技术上是小米 加步枪 因为他技术本身很好 但是呢 面对盗国贼 举锅之力的围剿 显得有些薄弱 显得好像就像 打游击一样 但是呢 这个一点 都不能抹杀他的正义性 抹杀他未来的希望 他就代表着正义 代表着未来的希望 正是因为他代表了正义 代表了未来 盗国贼 黑暗的集团 才经历了剿杀这个冲碗 我相信明年的冲碗 会更加的好 我们要把明年的冲碗 我们要搬到北京去表演 那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冲碗 属于老百姓的冲碗 所以CCTV的冲碗 是盗国贼的冲碗 郭文贵的冲碗 是我们属于人民的冲碗 CCTV的冲碗 是一个粉饰太平 做政治宣传的一个冲碗 郭文贵先生的冲碗 是一个揭露黑暗 发出正义呐喊的一个冲碗 CCTV的冲碗 是一个欺骗的冲碗 是一帮戏子 在那里撒谎 作假的一个冲碗 郭文贵先生的冲碗 是一个告诉真相 揭露腐败 让真正的正义人士 高歌一曲的冲碗 所以说 CCTV的 是一个邪恶的 污秽的腐败的冲碗 郭文贵先生的冲碗 是一个高尚的正义的 代表中国未来的冲碗 所以CCTV的冲碗 完全表示着 中国未来这种腐败 堕落 盗国贼 他必然魅亡的命用 郭文贵先生的冲碗 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希望 中国未来 就是要走向民主 自由和法治 就是要建立在这个 真相的基础上 真理的基础上 民主自由 法治的基础上 建立在把这些 盗国贼神之以法的基础上 所以两个冲碗 我们必然的要站在 郭文贵先生的 这个冲碗的基础上 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 文贵先生的冲碗 明年2019年 要在北京举办 如果不行 还是在美国举办的话 我们将各方面 技术各个方面 内容都超过CCTV 代表了我们真正的 华人有良知的 华人的最高的水平 所以我们极其希望 2019年文贵冲碗 在北京举办 或者我们将举办一个 全面超过CCTV的冲碗 新的2019文贵冲碗件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